北京时间1月14日 范志一的女儿范思金 晒出了最新的照片 她穿着一件巴萨俱乐部的衣服 似乎在给低迷中的巴萨古镜 农装出镜 范思金欧美范十足 说起国族传奇球星范志一 未能以教练身份进入国家队多少可惜了 要知道 范志一的前队友们李肖鹏 孙继海 于庚伟 赵俊哲们全都进入国家队了 范志一或许是指教自立问题 或许是性格原因 被排除在外 范志一没有进入国家队也还好 毕竟现在的范志一 可以好好享受家庭生活了 范志一的二婚妻子张梦景比自己小17岁 而他的大女儿范思金也已经长大了 范思金出生在英国 曾因为父亲说 没有上海房子不要娶我女儿 而引发关注 毕竟老爸太强势了 范思金的男友也不能是普通人 届时能否娶他 还得看范大将军同不同意呢 2022年 范思金晒出了自己最新的照片 农装出镜 欧美范十足 非常漂亮 有趣的是 范思金穿着一件巴萨俱乐部的衣服 最近巴萨的状态实在太差了 难道范思金也是巴萨球迷吗 网友们也是留言写道 新年快乐 好像优瘦了 进入2022年后 中国足球需要范大将军更多的鞭策 范思金也可以继续过着自己富家女的生活 当然 与男友感情稳定的范思金 是否考虑嫁人了呢 对于女儿选定的男友 范志一怎么看 毕竟大家都见过了 或许好事也接近了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